哇 这有点非常好 太嫩了 哈喽大家好 金枪第一位日本人 今天跟一个好大哥一家的聚餐 来了店的名字叫 来的店名叫百计尼炉烤肉 是一家用炭火烤的鲜鱼 而且是韩式的 我知道没有老姑妈 你们也不爱听我在这瞎白货 所以咱们直奔主题 美食走起 活鲜鱼的鱼缸 都爱往那挤 这一堆 那一堆 店面很明亮啊 非常干净的感觉 百计肉铺 在这准备肉呗 这就是我说的好大哥鱼哥啊 多余的鱼的那个鱼 这个是泥炉吗 对 真正的泥炉 这个鱼的鱼 这个鱼都是热的鱼 这个鱼鱼是吧 这个鱼鱼是吧 对 这个鱼鱼鱼 还冻着呢 哇 特别新鲜 这都是条件反射了 哇去 这有点残忍 但是一定很好吃 因为很新鲜 他们家是沈阳西塔的老品牌啊 然后主打的是鲜鱼三吃 日式的姜片 配的日式的蘸料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胡椒和海盐 最后是搭配的海苔卷着吃 这是他们家特别推荐的冷面啊 实在太饿了 等着卖鱼的时候来一口 你赶紧尝尝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超级爽口 麻将的蘸料是沈阳特色 我觉得 洞里好吃吗 好吃 三吃的其中一种啊 国海苔 尝尝 在哪呢 海苔在哪呢 皮真的是特别脆 然后肉特别的嫩 然后配合海苔本身的咸味 和口感真的是特别好吃 真不错 而且它这鳗鱼没有什么泥土的那种腥味 第二种吃法啊 蘸日式料汁和日式的姜片一起吃 配上以后非常爽口 第三种吃法 盐跟胡椒 这三种吃法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盐跟黑胡椒也很好吃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 真的三种吃法有三种完全吃法不同的这种味道 这也是他们的特色啊 小香肠 看着像小泥肠的样子 生的时候是软软嘟嘟嘟的 这烤完以后都撑起来了 是猪肉肠吗 它是那个 鸡肉和猪肉 大哥推荐 韩式啤酒 好喝 好喝 尝尝这肠啊 这香肠真挺特别的 真的挺好吃的 皮 真的挺好吃的 皮是脆的 然后里边的肉特别糯 雪花牛小排 还滴着汁呢 我还蘸这个东北烧烤的灵魂小料麻酱 可配烧烤 来了啊 太嫩了 招牌牛肉肥用水果汁腌制的 每天都是现切 真的好吃 它这个牛肉肥挺特别的 咬啊 那个口感是咯吱咯吱的那种 特别韧的那种口感 好吃 哎 吃饱了啊 都快九点了 他们家人还贼多 他们家味道真是挺好的 比我在旺京吃的那些韩式的烤鰻鱼 我觉得味道要好 然后刚才问了一下 说他们家的鰻鱼啊 都是进的是硬底养殖的 所以没有太多的土腥味 我觉得大家如果来消音路这边啊 可以来试试 还真是不错 好吧 虽然不是日料 但是对北京正宗且好吃的日料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们按的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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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